海拉顺手在车架后划去一掌 吴小哥虽然看不到 但凭借耳边听到的风声和对危险的直觉 还是敏锐地向后跳开一段距离避开了这一击 他就听到那个老男人用外语吼了一句自己听不懂的话 自己批道的究竟是什么也看不清 为巩固战果 吴小哥跳开之后也没闲着 顺手一锁链冲着刚才的方位 又甩了过去 可是黑雾中传来战马斯鸣身后 轰隆隆的似乎是顿向地底的一阵声响之后 他挥出去的这一击却落空了 黑雾足足弥漫了有一分钟后才逐渐散去 地面此时已经重新恢复平整 除了地面上遗留下来的几块碎木块以外 另外两人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吴小哥捏着锁链连刃都快气得发抖了 这些垃圾居然敢在我地盘嚣张 挑衅 这绝对是红果果的挑衅 桑妹子从眼镜观看的景象和自己听到的声音中 能得出的情报更多 但是这些东西却不是可以诉诸于口的 先不谈忠诚的问题 关键的一点是他说了有人会信吗 江湖人虽然很有几分古风形式 但说到底也是不敬鬼神的多 否则大家多多少少都背了一身杀戮煞气 怎么就没人想着收敛一点 同样是不敬鬼神 现代人是因为讲究科学 而江湖人则是因为更信奉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们不信 自己这一番话说出来就是谣言惑众 居心不良 若他们信了 凭这些人的嚣张狂妄 乱子说不定还会惹得更大 桑妹子默默取下眼镜收回怀中 想了想后轻叹一声 还是决定先自己看一段时间再说吧 就算真要上报 他最起码也得知道 该把消息上报给谁 才能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和安全 而就目前来说 他唯一的同盟 恐怕就只有那个黄简言 吴小哥气完回头 看见桑妹子才反应过来点什么 走过来问 你刚才看见他们往那跑了吗 桑妹子毫不迟疑地淡定摇头 眼镜坏了 吴小哥郁闷 六扇门经费被苛扣了 还是你被那些脑子里面 只有肌肉的星星排挤了 这种重要道具 怎么不注意更换 是我的错 桑妹子赶紧认错 爱派收回小包包里认真道歉 之前发现有点小问题 还没来得及凶 还好吴小哥对妹子还是比较宽容 尤其对方还是柔弱属性的 既然对方主动承认错误了 他也就没像教训造汉子似的骂上一通 自己磨牙一阵后 无奈挥手 算了 完了手一插兜 目光转到被海拉撂倒一地的 年轻精英们身上 愤怒地炮火 这才找到发泄的目标 这群垃圾 吴小哥开嘲讽模式 直接放嘴炮 一个女人就把你们放倒了 我还能指望你们干点什么呢 桑妹子淡定补刀 也不是他们的错 可能急着在您面前表现 所以冲动了那么一点 智慧派和武力派的矛盾 由来已久 后者觉得前者身手 实在给武林抹黑 前者也觉得后者斗逼低智商 简直无法沟通 虽然大家平常并不会 故意给对方制造麻烦 但有了机会的时候 过过嘴瘾还是可以的 从同样不待见 身手高强者这一点来看 其实桑妹子和吴小哥 真不是一般的合拍 也因此 吴小哥在六扇门中 对对方多照顾一些 也就成了常识 就这些人也想掰入我的门下 吴小哥一句话 直接秒杀了在场众人 赵承逊先进六扇门实习一年吧 神手看得过去再说 话音刚落 地上一票苦逼当场脸都皱了 大家在各自家族里 好歹也是精英子弟来着 不然谁好意思送出来 丢人现眼呢 而精英嘛 因为天分高的关系 家族资源倾斜 自然也不是一般的严重 这下可好啊 在家里好吃好喝的 爸爸跑过来给人当跑腿的了 三妹子不管他们 掏出iPad狠听话 就把这些人的档案 都编进了实习区 不动声色 就给黄奸岩清理掉 所有竞争对手 这边的事情刚刚落幕没多久 还没等吴小哥叫人过来 清理街面 顺便接商员回去 不远处 福西果然出来了 除了之前出门的扬言以外 风小小和黄奸岩都在后面跟着 一是来看看情况 二也是怕万一真打起来的话 没人圆场 潘谷早就下线猫着去了 黄奸岩充分发挥演技 到了现场一看情况 就猜到海拉估计已经跑掉 别的不说 松了一口气是肯定的 只要不现场冲突 这下还不是由着自己随便编 于是他义正严慈的就小跑过去了 五哥这是怎么了 我刚才看情况危急 忙去逃一把请了风先生 来当救兵 吴小哥眼一眯 救兵 什么时候他治安也需要别人来当救兵了 福西也淡定 走过来后 目光静静地在周围转了一圈 最后落到吴小哥头上 是北欧那女人 吴小哥没说话 桑妹子已经抢先带达 是的 这位 先生 桑妹妹也看出来这片区的水深了 她甚至不明白之前的吴小哥究竟是怎么把龙石混杂的地头镇压下来的 反正就桑妹妹自己的看法 别说是一个简单的江湖人或六扇门 就算武林盟主来了 到这妖魔遍地的地界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但看吴小哥现在在这里依旧如鱼得水横行霸道的样子 要说单纯是人家让着他绝对不可能 就算再怎么走智慧路线 桑妹子好歹也知道 只有硬拳头才能撑得起直腰杆 把俨然已经低估的吴小哥先放到一边不说 另外让桑妹妹感到纠结的自然就是这条街的住民本身 一个不明底细的黄奸岩 两个有着非常手段的疑似非人类外国人 暂有这些能把俩外国人和黄奸岩一起镇住的逃一把神秘人士 这世界变化得真心快呀 一眨眼就让自己有些接受不来了 正因如此 所以桑妹妹眼中此时所看到的这长发帅哥 也赫然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他都有些担心自己的这称呼可能不敬 或者跪下来抱大腿喊声 大师或大神什么的会不会更合适点 这边的桑妹妹正大开脑洞 那边福西得到确切答案后 已经微微点头 又开口问道 她去何处了 桑妹妹小摸了下 这一口小文言文彪的 一听就带着股刚出土的老文物气息 不过问题还是要回答 于是整了整思绪后 桑妹子开始报告 有个黑袍的希腊人过来 把刚才的女人带走了 那个男人 身高大约是187 黑发 小卷肌耳 碳鞋印体重 应该在90千克左右 手上拿了一条皮质马鞭 鞭长过约两米 三维应该是 咳咳咳 好了 我们知道是谁了 风小小 芒肝咳咳几声 打断范外专业的桑妹子 外围一票 江湖人集体对桑妹子 肃然起敬 吴小哥不是很满意 看了桑妹子一眼 他主要是为这个属于 六扇门系统的情报人员 居然主动配合外人而不满 先不说自己这个上司 还在一边 他这行为多少 有点不给自己面子 就算单从职业角度来说 这些内部信息 也是不应该随意透露出去的 风小小没注意到 吴小哥难看表情 扭头跟福西总结 呃 西哥 听这描述 应该就是那车夫吧 是他 福西脸色也难看了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还敢耍花招 尤其这人前脚 刚把自己送回去 在明知道自己会追究 这件事情的时候 又保持了肩膜 后脚就溜出去 把人偷渡走 就算那女人 再是哈迪斯的真爱 这种行为也绝对不能忍 风小小倒吸一口冷气 对这车夫的作私勇气 点上一排辣 那我们 要不要现在马上回家 把那个胆敢偷渡罪犯的 车夫招出来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吴小哥终于忍无可忍了 咬牙切齿一字一顿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吴小哥被忽视许景 从一开始听到 所谓救兵时的不爽心情压抑到现在 终于爆发 风小小 黄奸炎 外加一个似乎看到 新世界大门的丧妹子 集体菊花一紧 在这种时刻 还不等大家想好解释的理由 福西已经淡淡一眼撇过去 理所当然地冷横道 不过是一个胆敢破坏规则的小贼罢了 我自会让他们知道 触犯法则的后果 语气十分之嚣张 表情也十分之嚣张 风小小简直都要做好拉架的准备了 但吴小哥奇异的竟然没有立刻暴怒 反而诡异地看了福西一眼 对方要说是私人恩怨的话 吴小哥当场就能把他绑了 就算再加个替天行道的名头 在吴小哥这里也只能是换来被多踹几脚 可福西提到规则 这个倒是戳中了吴小哥的爽点 当然这个局面还是因为 他暂时不知道对方的前半句 五级法则 紧接着下来的后半句 才是现在说出来的这句犯法者猪呢 于是在吴小哥的眼中看来 福西虽然依旧是个刺头 但好歹算是难得有原则的刺头了 至少比江湖中那些垃圾好点 想到这里 吴小哥难得主动给了强者一个好脸 你觉悟不错 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相关部门就好 真有幸维护法治的话 可以加入六扇门嘛 不要自甘堕落完个人英雄主义啊 否则继续下去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拉低到江湖中 那些砸碎的档次了 风小小觉得这其中似乎有个美丽的误会 而桑妹子看到福西淡淡的皱了皱眉 蛮乖觉得圆了一下场面 五哥的意思是 集体力量比较大 维护社会秩序也会更加有力度 如果有消息的话 我们还可以互通有无 双方按照各自的思路 都觉得桑妹子这话说得不算难听 吴小哥就不说了 就算福西这样觉得完全不用靠别人插手的 听了顶多也只是觉得人不自量力 多事 却不会想到对方有挑衅自己的意思上去 风小小拽拽福西袖子凑过去 我们赶紧回去把马车叫出来 说不定还赶得及把人逮住 福西默默同意老婆想法 点点头不再废话转身就走 吴小哥虽然愣了一下 不知道这些人突然离开是个什么意思 但想到刚才听对方话中的意思 似乎还挺像个样子 于是也没有纠缠 只拽住了黄简言 哪儿去 咦 我当然是回去啊 大家不都走了 我 还没有寻楼完 吴小哥果断喝止 顺手就把人拎走 还有刚才的事情你还没解释呢 关于那女人的问题 你必须得做个笔录 小桑 桑妹妹清脆硬道 赞 给她加笔记录 吴小哥丝毫不容情面 先留祖观察 把这事情调查清楚 再提拜师和入六扇门的视角 不要啊 我是冤枉的 黄简言 泪奔了 望着远处头也不回的福西 还有虽然回了头 却只是幸灾乐祸 招招手就走的风小小 黄简言心里头次生起了 和盘古几乎完全相同的心声 操 天杀的狗男女 回到陶一巴的时候 福西二话不说的 直接走向水仙花田 抬手一招 就掐下了一束水仙 封小小还以为 冥界战车八成不敢再来了 没想到的是 地底轰隆隆的战车声响 居然真的再次传了上来 地面开裂出巨大的缝隙 紧接着在封小小惊讶的目光中 一架明显比以往战车 灿烂许多的金黄色战车 冲出了地面 而前面拉车的战马 也不再是漆黑色 而是蹄下泛着浪花的白色骏马 额 风小小雨塞了下 一时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车夫也换人了 现在的这一位身上裹着白色的长袍 一头如大海般蔚蓝的头发 十分柔软服帖地垂在耳边 一看就不是明界的那种阴森品种 畏罪潜逃了 福西的脸色当时就沉了下来 风小小回过神来也觉得不大对劲 忙问了车夫 你是谁 我们召唤的是冥王的战车 车夫从车缘上跳下来 欠身十分恭敬地抱歉道 我侍奉的殿下是伯赛东大人 很抱歉 哈迪斯大人的战车 不知道被哪位勇士给损坏了 有一整条原木都被批换 连轮子都裂掉了一颗 所以在敢用到召唤之后 哈迪斯大人就借用了我们殿下的车架 风小小想到刚才在街面上看到的那几块残破木料 漠然了一下 夫妻脸色依旧不好 不管是真有理由还是故意找借口搪塞 反正卢走人的那个车夫没来就是事实 他才不管因为车子的问题还是因为人的问题 拦起风小小的腰 一跃跳上战车 夫妻冷冷从唇间只吐出四个字 速往明界 车夫听话地跳上车缘 一挥响边 车前的四匹骏马撒开蹄子 就飞快地奔入了地底的裂缝之中 只是比名车还是慢上了不少 地缝合上之后 感觉身边的福西似乎越来越生气的样子 风小小无声叹个 不得不主动开口 我说哥们 你这车是不是赶得慢了点 要是敢故意拖延时间的话 这就等于是找死 车夫很抱歉 波赛东大人的坐驾 在海洋中可以乘风破浪 但在明界的行驶速度就 抱歉两位大人 我会尽量加快速度的 福西冷哼一声 但知道对方不是故意之后 总算肯给出反应了 风小小松口气 忙再问 速度问题先不说啊 我想问一下 刚才明界战车 是不是从俗世界 拉回什么人来 这个问题 简直不是一般的敏感 车夫明显地僵致了一下 略略犹豫后 还是迟疑达到 刚才明界的战车 赢回了未来的明后 顿了一下 车夫想想又紧接着补充道 两位大人 波赛东大人 事先并不知情 所以 福西淡淡的 此事是否有人 预先之情 本尊并不计较 车夫刚松口气 就听福西接着平静的 但若一会儿有人妨碍 就别说本尊 不讲情面了 下了车后 车夫第一时间 就赶着车跑了 不知道是忙着 去给自己老大 波赛东报信 还是单纯的想尽快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风小小和福西也无所谓 过河穿过树林 到了哈利斯的名店之后 这才发现这里的熟人 居然有不少 被福西在工作期间 顺手放在这里 干些杂活的水瓶做美少年 就不说了 还有薛鬼王 原本一直躺在 彼岸花丛里的 那个离婚老婆也在 不知道福西 什么时候抽空 去把人捞回来的 听说这位大婶 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了解老公 现在工作性质特殊性后 也决定做随君家属 虽然词汇使用有些错误 但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 再加原本的一个礼长 一个扬言 现在的一个福西 一个风小小 希腊名界本来长期留守的 就只有哈迪斯和死神几个 不足两个巴掌的名神数量 还是分布在各个副本地图 如无尽深渊 阿克荣河等地 现在常年的孤冷七清场景 突然冷不定被东方的 鬼王夫妻 加几个打酱油人 是一冲击 顿时居然显出几分 不大和谐的热闹景象来 来来来 大家坐 薛业大嫂是典型的 贤妻良母属性 虽然接受了老公的不同寻常 但潜意识里对风小小等一票神势 还是当小辈看的 这就好比平常在电视里看明星 各种光鲜亮丽 神秘非凡 但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自己隔壁那个睡觉 打呼吃饭 挑食喝点 小酒就喜欢鬼哭狼猴 在家喜欢蹲在沙发上 抠脚丫子挖鼻孔的 熟到不行的熟人 居然也是明星时 大多数人估计就不会再觉得 这种人群身上还有什么光环了 简而言之 距离产生美感 薛大嫂现在的状态 就是因为对老公的熟悉程度过深 所以反而对神魔 已经没有任何憧憬了的那种 一见风小小和福西到了明殿 作为在场唯一上了年纪的 专职家庭主妇 薛大嫂很有主妇意识 就招呼上了 这就是小风吧 哎呀 我听我家老师说了 小小年纪很不得了吧 以后我肯定有大出席的 对了 刚下车累了吧 要不大嫂给你倒杯十六九喝喝 说完果然招呼旁边捧着宝瓶路过的嘎尼默德斯 小卡 来来来 你的瓶子里十六九还有剩吧 给小风倒一杯尝尝 女孩子呀 适当喝点酒 对身体有好处的 风小小无语了半分钟 刹那间突然有种貌似去外地走亲戚的错觉 嘎尼默德斯一脸忧怨过来倒酒 薛大嫂折腾完风小小又去接着忙活福西 福先生回来也好 正好这边的老板要结婚 我正想着说人都会热闹一点 你看 结婚 福西脸色顿时难看下来 她就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 大嫂什么时候醒的呀 风小小见识不妙 忙拉着这自来熟的热情大嫂边岔开话题 边往旁边拖 你在地下住的还乖吗 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以后打算跟老薛一起婚姻槽 还是打算上天庭啊 薛大嫂的勇敢 已经让薛鬼王在旁边抖了大半天了 现在终于见到风小小上前制止 这才擦把冷汗忙接受哄老婆往外面蹭 她可是不敢再让自家老婆跟福西一起待着了 你就算对其他人都没有敬畏也没有关系 但你总不能把福西也当自己原先隔壁家小狗蛋似的招呼啊 本集演播 曼猪儿 隔壁张老三 大马金刀 雪儿蜜朵 九三两 小裙子 叶隔壁张老三